从未见过这么帅的人 刚一出生 医生就因看了一眼 他的盛世容颜 两眼发白 腿一蹬眼一臂 竟被活活帅死 这让父母很是苦扰 为了让世人免受其害 他们搬到了一个偏僻的小镇隐居 打小开始 父母就给他整个脸缠上绷带 绿帽一戴 墨镜一揣 谁都不爱 长大之后 小帅开始变得抑郁 因为自己空有这一张帅脸 却不能给别人看 这让他很是苦恼 父母带他来看心理医生 小帅将自己的苦恼告诉医生 自己实在是太帅 看到他脸的人都会被活活帅死 心理医生质问他是不是有幻想症 表示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见医生不相信 小帅缓缓抬起头 下一毛 父母闻声赶来 果不其然 心理医生已经被活活帅死 很快 警察赶到现场 发现又是小帅 他们对此早就见怪不怪 毕竟全镇人都知道他的传说 实在没有办法 小帅找到机友阿哈帮忙 要他拿板砖朝自己脸上来几下 悔个容说不定能行 没想到阿哈一板砖下去 小帅只是擦破点皮 他的脸就像是在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炼过一样 金刚不坏毫发无损 眼看情人结强气 阿哈帮小帅约了个辣妹 为了给他们创造独处空间 阿哈三两句过后 就拾去的走开了 不愧是好兄弟好聊机 然而 小帅除了帅一无所有 母胎单身至今 更没有和女孩子聊过天 两人就坐在桌前 阿哦 愣是半天蹦不出一句话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就在这时 一个混混路过 打破了尴尬场面 他是女孩的前男友大山 看到小帅满脸绷带 戴个墨镜加绿帽子 嘲讽他哥这玩非主流 还想追自己的妞 小帅不甘示弱地表示 自己摘下绷带 怕把你活活帅死 大山见他如此嚣张 一把先飞他的帽子 按着他的头就在桌子上摩擦 直到有人来劝驾 才将大山赶走 女孩见小帅这么窝囊 根本不是自己喜欢的菜 头也不回地走了 小帅的第一次约会 就以这样的闹剧结束 看来帅也不能为所欲为 第二天 心灰意冷的小帅来到桥头 准备纵身一跃 结束这帅气的一生 这时一个女孩路过 看到有人跳河 便凑上来看热闹 对小帅说 这桥太矮了 跳下去死不掉 要我是你就找个最高的桥跳 小帅看了看桥底哗啦啦的流水 然后就怂了 死后 小美便带着小帅来到了养老院 让她看看这些年迈老奶奶的生活 老奶奶们丝毫不在意她脸上的绷带 还一直关心她 这让小帅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感觉 几人聊得很开心 见老奶奶们都如此乐观开朗 小帅也渐渐放下自杀的念头 从这以后 小帅对小美朝思暮想 一心想再次抖欲 皇天不负有心人 还真让她等到了 这个男人实在是太帅了 用一个字形容就是 玉树林峰 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 凡是见过她容颜的人 统统都会被帅死 你还别不信 连我都得让她三分 为了保障他人人身安全 小帅不得不将脸包裹得严严实实 正天 她和小美准备了一浴缸的彩虹糖 在浴缸里约会 小帅向小美吐露心声 人们一看到就会被活活帅死 小美听后笑着说道 以后如果自己要死了 一定要让她看看小帅的盛世容颜 才能死而无憾 说着拉开了自己的衣服拉链 露出一个心率监测器 原来小美患有一种奇怪的心脏疾病 只要一兴奋心脏就会变大 所以随身都得带着塑笑酒精丸 两个同病相连的人 有很多共同话题 他们一样孤单 一样患病 之后的日子 他们越来越亲密 一起看电影 一起逛超市 感情很快升温 晚上 小帅将小美带回家 两人含情默默 小美摘下她的默契 看到了她深邃幽蓝的眼睛 一下子就被迷住 不愧是帅气逼人 正当空气中的荷尔蒙渐浓郁之时 小帅的父母推门而入 暧昧的氛围一下被打破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二老激动的语无伦次 因为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还有女孩子喜欢木乃伊儿子 之后 他们还相约一起去露营 小美的手不小心被树枝划破 她就扯下一段绷带给小美包扎伤口 这让小美的心怦怦乱跳 到了晚上 小美提出想要看看她的盛世容颜 可她害怕小美看过之后就会被摔死 于是婉拒了 表示这只是一张脸而已 看着一旁失望的小美 小帅一把掀起被子 将二人蒙在里头 随后让小美闭上眼镜 她扯下一段绷带蒙住小美的眼镜 握住她的双手 放在自己的脸上 让小美用手感受自己的帅气 此后 小美便趁其不备 夺走了她的初吻 二人就这样正式确定了关系 他们的联系也越来越频繁 这天 他们一起去养老院看望老人 却发现一个老奶奶病重 躺在床上 对她这个年纪的人来说 就是慢慢等待死亡 小美不想让老奶奶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还被病痛折磨 于是她希望小帅能帮帮老奶奶 可是小帅却表示 亲眼看着人死非常痛苦 她不想这么做 小美无奈地转身离开 看着女友的背影 小帅转而来到老奶奶病床前 抚摸着她揍巴巴的手 小声地问道 老奶奶微笑着眨了眨眼 小帅沉默了两久 随后慢慢摘下绷带 老奶奶就这样安详地走了 没有一丝痛苦 从这以后 小美便很久没有出现 发消息也不回 小帅找到她家 发现小美的病情加重 但她想去参加变装舞会 小帅满口答应 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 舞会当天小帅戴了一个狗头面具 小美穿了一身女仆装 两人在舞池内相拥而舞 越靠越近 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彼此 就在这时 小美的鼻子却突然流血 她急忙转身离开 如果帅有罪 那么这个男人简直是罪大恶极 眼前的女人指印在人群之中 多看了她一眼 就两眼发白 面带微笑地离开了人间 很快 警察赶到现场 小帅被认定为嫌疑员 在被带上警车时 她在隐约之中 看到了自己的女朋友小美 被抬上了救护车 第二天 小帅被释放 因为帅死人根本不构成犯罪 从警局出来第一件事 就是去医院看望女友 此时的小美已经躺在了重症病房 生命已经到了最后时刻 原来她在四岁时就被确诊绝症 医生说她活不过16岁 如今她已经多活了几年 小美表示 自己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就是和小帅在一起的日子 最后的医院就是想看一看 小帅的盛世容颜 可小帅怎能接受 心爱之人死在自己眼前 一种无力感涌上心头 她扭头便走 回到家 她拿起板砖就朝脸上招呼 要这帅脸有何用 最后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满足不了 幸好父母及时赶到 才将她制止 她举下绷带 眼面痛哭 家里的宠物意外看到了她的帅脸 竟也被活活帅死 从这以后 小帅开始自闭 她不想接受女友即将离自己而去的事实 但又不得不接受 所以她选择逃避 整日把自己锁在家里 连女友的电话短信都不回 直到这天 好友阿哈告诉她 小美已经快步行了 劝她赶紧去见女友最后一面 两个相爱的人 就应该一起面对生老病死 而不是一味的选择逃避 听到这 小帅马不停蹄的赶到医院 此时的小美躺在病床上 已经奄奄一息 连呼吸都变得困难 看着痛苦的女友 小帅于心不忍 她决定满足女友最后的愿望 送女友最后一程 她转过身去 缓缓解开缠绕在脸上的绷带 与女友一起躺在病床上 小美取下氧气罩 用手摸索小帅的脸庞 然后深情地吻了上去 这是给心爱之人绝别前的一吻 随后小美慢慢睁开了眼睛 两人四目相对 眼泪顺着眼角低落 然而小美并没有被帅死 尽管最后小美还是被病痛夺走了生命 但她用自己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将小帅从抑郁之中拉了出来 她不再因为自己的帅脸而苦恼 而是选择慢慢接受 电影的最后 小帅开始帮助更多躺在病床上的人 让他们免于病痛的折磨 安详地走完人生中最后一程 如果天下帅气共一时 小帅独占八斗 我一斗 天下人共分一斗 小帅独占八斗 我一斗